旅行的夏月 你知道吗 心脏之日 是坠落的 好的 难怪你家能独立出展 这么多藏品 简直就是私人博物馆级别了 本来就是啊 别摸啊 摸坏了你可赔不起 真的有一模一样的呀 这个真的能给我 我既然答应过你了 就不会失严 虽然有点白拿 不过为了救人 我只能厚脸皮子 在藏品出库前 还要你配合我完成一个仪式 什么仪式啊 东西手拿好了 就这样 站迟了 别动 闭上眼睛 抬起头来 最好话也不要说 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祷告的义中 据说只要这样 藏品出库后就不容易损坏 为什么 日常迷信 反正我也不需要晚才睡一次了 那我要念什么呀 随便啊 不过据说 念前所有者的名字最有效 前所有者 那不就是你的名字吗 千万别睡 千万别睡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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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息 时间又不是没经验 现在没紧张什么 这是为了做实验 别怕了 你该不会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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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的儿子 别急 我 谁 你 我偷懒了 喂 哇 哇 这是 来来来 帮我一块多拍点照片 现场存档 不 这藏品库都变成这样了 你不报警 报警 说什么 判犯再逃 然后上上热搜 贡献一波点击率 成为民众讨论的热点 那你不打算追究了 怎么可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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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碎了这么多东西 还当着他那边带走的藏品 我这次免不了 要受铁创医治苦了 可是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坐牢 要不然我逃走吧 可是我逃去哪儿了 我的天 我到底怎么办啊 反正无论如何 我就要先把这个给他 你好像一点都不生气啊 是吗 我很生气啊 不过难得主动一次 竟然被人嫌弃成这样 我长这么大 总共就在女人手上 折过两次 还都是同一个人 我能不在乎吗 看她的反应 应该是把我当成 楷游的变态了 可能这次确实也是 我心急了些 不过呀 实验效果很不错 十年了 总算找到一个深度接触 身体不会产生排斥的人 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么珍贵的对象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